再来看到花莲市中华市场 兴建于民国39年时在地人 最喜爱的老市场之一 也曾经荣获了经济部评选 优良市级三星认证 而为了推动市场转型 花莲市公所争取经济部 传统市场及夜市摊铺 优化辅导计划 执行三处示范摊铺位形象的改造设计 来帮助市场环境质感加分 市场国家院前往中华市场 视察该计划辅导的丸珠鱼航 附增鱼航和新增香肉三个摊铺 他表示传统市场且高CP值的商品 以及特殊的人情味是无可取代的 那我想能够获得此殊荣 获得经济部的补助 其实真的很开心 那我想通华市场已经有 近70多年的一个历史 那家院从小在这边长大 那也很期待 看到我们通华市场的一些改变 或是我们所有的传统市场的一些改变 那刚刚也要谢谢我们的政主委 那增加赌计的政主委 那他非常的在推广 我们所有的市场的一个改造 尤其是在我们中华市场 这一项我们是会持续的来努力 为我们市场来做一些改变 中华市场自治会主委表示 中华市场能够在全国上百个市场竞争中 获选成为全国为市 由经济部专业辅导的市场市集 要感谢市工所及市场所的极力协助 美学导入的辅导计划的内容 补助的金额每一家有20万 那非常不简单 在这个竞争里面打败了很多 将近七八百个市场的竞争 我们获取这个殊荣 就是很多的动线啊 还有习惯啊 必须要跟着新的规范重新调整 因为过去大家适应新旧有的动线 已经适应很久 那现在重新有的变小了 有的变宽了 会有适应上的困难 还有颜色的调整啊 突然变漂亮了 那摊商也陆续在适应当中 有一段的时间调试以后 就能够适应新的环境 中华市场后续争取到经济部的 112年度 传统市场美学升级 及摊铺优化的辅导计划 包含市场以及5个摊位 总计获得300万元的补助 未来也将整合告示牌 以及标示等多区域的进行美学提升 纳入绿美化 以带动中华市场持续的转型升级 记者凌桀花令市采访了